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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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夏王窦剑德 宇文化集之后被李密击败 残步又被窦剑德一顿乱揍 窦剑德斩首宇文兄弟后 公开为杨广发丧 政治姿态极为正确 还收详了宇文化集协制的大批随官 窦剑德虽然干的是造反的事业 但在人品上却是个谦谦军君子 史书记载窦剑德 姓约素喜霞节 就是不好女色 简直是一代大侠 大破与文化集之后 俘获的隋朝功与上迁 都西放去 各听所知 见到萧皇后 也是先夜萧皇后 与称臣几乎要把她雇起来拜了 此举也源自窦剑德的忠君思想 从她给隋阳帝哭丧时的真情流露 就能看出 她对于礼教刚伦之礼 极为看重 作为隋末起义群雄中 少有的正人君子 窦剑德对萧皇后 应该更多的是敬畏之心 更何况窦剑德在家中 还养了一只母老虎 她的老婆曹氏 也是一个极厉害人物 知大义有胆识 但妒忌心极强 所以更不可能 让窦剑德 去勾搭一个奶奶级的美女 后来 远嫁突厥的义成公主 来迎萧皇后 窦剑德也是礼裕有加 派了上千人护送 并献上与文化集首集 向突厥示好 四 突厥的两代克汗 早年 义成公主下嫁给突厥的 储罗克汗 成为突厥的可贺敦 萧皇后 与这位小姑子的感情甚好 义成公主 在听说萧皇后 落难之时 颠沛流离之际 迎接她进入突厥 萧皇后到了突厥 储罗克汗 在定乡扶持了傀儡后随政权 封随阳帝的孙子 杨正道为随王 管理流落到定乡的随民百姓 萧皇后随着孙子定居在定乡 离着突厥崖 还有极远的距离 而就此说萧皇后和突厥两代克汗 有风流关系 也是完全没道理 真正服侍突厥两代克汗的 其实是义成公主 义成公主是随阳帝的唐妹 这位奇女子一生中 曾经嫁给过起民 史璧 楚罗 邪历 四位突厥克汗 后来突厥被灭 倔强的义成公主 被李靖所杀 后人显然是把义成公主的事迹 牵强附会到萧皇后身上 五 唐太宗李世民 小说随唐演义中 李世民灭掉东突厥后 萧皇后被迎回中途 色中恶鬼李世民 看到萧皇后美若天仙 就把她收入后宫 封为昭蓉 正因为可信度不高 演义中把这时萧皇后的年龄 下调成四十出头 据旧唐书太宗本记记载 公元六百三十年 军审李靖霍东突厥 萧皇后那时已经六十四岁了 而且萧皇后并不是李世民 有意迎回来的 是李靖大军打败突厥后 顺便带回来的 论辈分 隋阳帝杨广 是李世民的亲表叔 而且隋阳帝的女儿 这时已经是李世民的妃子了 萧皇后是李世民的表婶 和名义上的丈母娘 三十多岁的李世民 要心理变态到什么程度 才会垂涎一个宝经风霜 跟自己母亲差不多岁数的长辈 见她美若天仙 进而纳为昭容 更是无稽之谈 有些人认定李世民 就是有怪癖 就是喜欢老太婆 但根据北史后非列传明确记载 萧皇后回到大唐后 刺宅于星道里 人家根本就不待在皇宫里 其实萧皇后和杨正道 对于唐朝来说 更大的作用 是作为对付隋朝残余势力的 政治旗号和工具 另一个惊喜是 萧皇后还顺便带来了 李世民 朝思暮想的传国玉玺 所以李世民对萧皇后是相当尊敬的 也十分同情这位可怜女子的遭遇 对她以礼相待 表示隋唐本一家 也显示了李世民大唐天子的气度 公元647年 81岁的萧皇后寿终正寝 而且在萧皇后逝世后 李世民还以皇后大领 将萧皇后葬于隋阳帝之灵 上世闽皇后 萧皇后一生是极不幸的 丈夫隋阳帝杨广死后 这个寡妇的下半生 就开始了漂泊无一的凄苦生活 但更大的不幸 是在她生死之后 却莫名其妙落下 一个红颜祸水的恶名 还被后世文人描绘成一个 身历六地宠不衰的香艳妖后 如果你真的信这些野石演绎 隋唐的十八路返王 似乎个个都可以与萧皇后发生点绯闻 硬要这么想 萧皇后改叫十八位帝皇丸 也是可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